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与谷歌签订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建筑合约 因此它的股价大幅上涨 带动了澳洲整体大盘的回升 最终收盘是上涨0.7% 并且突破6700点大关 在中国方面上海上证指数 在上周五同样也有大约是0.1%的涨幅 而深圳方面则上涨0.2% 最终互升大盘指数互升300 反而还要上涨更多达到了1% 在欧洲方面整体来说 大约也有0.1%至0.4%的涨幅 但是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则略有下跌 跌幅约为0.2%至0.5%之间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 目前依然维持在高位1425美元的价格 油价则维持在过去两周的低位 大约是56.70美元 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也在过去一周 上下起伏震荡比较剧烈 最高曾经一度达到12,000美元 最低也是跌破1万美元大关 在现在周一早上 目前的报价大约是10,5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都知道 澳洲股市自从降了两次息之后 是连续上涨 而我们呢 Gold Markets在过去上 应该说是上半年 重点推荐的股票Telstra 到目前为止呢 也是累计上涨超过了30% 那有没有其他新的股票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的呢 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的 就是澳洲另一个四大银行中的 比较有投资价值的股票 就是NAB澳洲国民银行 那么如果参加过我们4月5月 或者6月在墨尔本线下活动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呢 这个NAB国民银行 也是我们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 重点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大盘的龙头股 我们知道在去年下半年时期 Gold Markets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大盘龙头呢 就是必合必拖 它也从28澳元的价格呢 最高上涨至了41澳元 那么在今年上半年 我们重点看好的呢 是澳洲电讯Telstra 这个股价呢 也从2.9澳元附近 上涨至最高3.9澳元 但是如果很多朋友们问 现在这个澳洲电讯还能不能继续进 从目前的盘位盘价来看的话呢 3.9澳元不可能再次在半年之内上涨40% 因此很大的程度上来说 现在如果再去进场购买Telstra 可能维持有点晚 所以有很多朋友们现在想起来问 麦克有没有其他的股票推荐呢 我们现在另一个看好的大盘龙头股 就是澳洲的国民银行NAB 为什么说看好它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不同节目中 也反复提到过 其实NAB的股价 相比于其他三个竞争对手 联邦银行 西泰和澳新银行来说 在今年的三四月份 皇家委员会报告出来的时候 其实NAB国民银行的股价 反而是最低的 但是它的盈利能力和以及它的市值 从总体上来说 其实是要高于排名之前的澳新银行 那为什么它的股价 在当时曾经是四个银行中最低的 而且低于的老三超过10%呢 并不是说这个公司不盈利不赚钱 主要的原因呢 而是当时皇家委员会报告出来之后 由于这个国民银行的董事长和CEO 个人态度并不是太好 因此呢 导致了和皇家委员会之间发生了矛盾 最终是被迫辞职 所以说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辞职 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 并不是因为公司本身运行 或者是盈利能力的问题 更多的是来自于 比如说是我们说的 和监管机构的个人关系问题 但这也导致了国民银行在当时的股价时 创下了四大银行中的最低纪录 但是在一个月之后 他们公布的业绩报告 以及派发的股息来看 他们的股息依然没有降低 而且以当时的股价来看 他们的股息高达了 百分之年化达到7.5%之多 而且还是个人投资的话是免税 这么高的股息在配合其四大银行的标 我们说它的标牌 应该说它没有比这个更加稳妥的投资 你想7.5%还免税 在这么好的投资下 我们还去费那么大劲 去找P2P干嘛 还去找那些股权债权投资 为了那8% 9% 还要担心别人还不上钱 这个四大银行之一 现在地产在恢复 澳洲在降息 而且又有7.5% 简直可以说 我们夸张一点的说 可以说是躺着赚钱 但是很多朋友问 过去的两个月 国民银行的股价已经上涨 大约是7%到8% 目前还有更大的空间吗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我认为它在未来三到六个月 依然有10%至15%的上涨余率 而且这个是一个保守性估计 首先我们跟大家反复强调过 一旦开始降息 那么股市将会持续的上涨 第二 由于现在房地产 很有可能会在快时间之内恢复 因此地产恢复 直接推动的就是银行价格的上涨 因为在之前半年到一年 我们节目中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是 银行特别是澳洲的银行 超过60%的资产是来自于抵押贷款 因此房价价值的上升 也意味着他们抵押贷款资产的上涨 换句话说就是银行本身 其价值的上升 所以说降息带动的房价反弹 包括带动的股市上涨 从两个方面都会推动银行股的上涨 这也是我们跟大家今年推荐的第二个重头蓝筹股 那么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的是黄金 我们知道自从5月底以来 黄金价格从1230美元涨到现在 达到1430美元涨幅达到了200美元之多 很多朋友要问这个黄金价格未来涨了那么多 还能不能继续涨 其实我们知道黄金的上涨来自于两方面 一个是美元的下跌 第二呢就由于世界并不太太平 有可能是股市会下跌的可能 或者是中东方面伊朗问题会加剧 但是不管是伊朗也好 股市下跌也好 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则来自于 这个月月底7月30日 美联储会议上有可能提出的第一次降息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一旦进入了降息通道 就意味着银行将会 我们说的是降息放水 放的是什么水呢 澳洲降息放的是澳元的水 美国降息那自然放的就是美元的水 这么多的美元会去哪里呢 一部分会去企业会去个人贷款 但是更多的我们知道这个资金呢 它是逐利的 哪里能赚钱赚的多 这个钱就会涌向那里 毫无疑问的是呢 股市和楼市 就是短期之内可能给投资人 带来最大回报的两大行业 因此一旦银行开始降息放水 很多的钱应该说大部分的钱 都会涌向股市或者是楼市 所以说一旦呢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有可能将会在这个月月底 进行第一次的降息 到时候美元的价值会更低 而更多的钱也会涌向金融市场 所以目前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月月底 7月30日 美联储的会议上 美国如果迈出了这第一步 那么未来以美元来衡量的那些资产 比如黄金 比如石油 比如铁矿石 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 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黄金 未来的一个价格判断 以上就是今天 GoMarkets美日财经快讯 给您带来的内容 另外在本周日 我们将会在墨尔本西区的 Poin Cook凤凰酒店 为西边的朋友们准备一场 这个股市以及民宿有关的投资讲座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时间就是周日的上午11点30分 至1点 地点呢 就是墨尔本西区 Poin Cook的凤凰酒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